朝鲜这个月3号展开有史以来威力最强大的核测试之后举办庆功宴 为劳所有参与这一次行动的科技人员 朝鲜当局并没有透露这项庆功宴的日期 但是一般推测宴会很大可能是配合昨天的朝鲜政权建立纪念日举行的 而平壤或许是以庆功宴取代以往在9月9号进行的导弹试射活动 除了最高领导人金正恩和内阁总理朴凤朱 就连鲜少露面的朝鲜第一夫人李学竹也亲临现场凑热闹 一起欣赏牡丹风乐团的表演 大会更当场播放当天世报清淡的短片 朝鲜自2006年第一次展开核事报至今 期间遭到国际寄出高达8次的经济制裁 但是朝鲜却有财力进行世报 究竟这一笔钱是哪来的呢 联合国专家就透露 朝鲜先后向中国、印度和马来西亚等多个国家非法出口商品 从中为政府攥进了至少2亿7千万美元 相等于11亿3200令吉的可观收入 随着国际社会大力度制裁朝鲜 日本媒体今天就报道 中国大陆多家主要银行 包括中国银行、建设银行以及农业银行等 已经停止和所有朝鲜账户的交易 甚至不允许境内任何朝鲜人在当地开设新户头 外界普遍认为中方这么做 除了铁下心要阻止朝鲜发展核武之外 同时也避免中国各大银行因为和朝鲜交易 而遭到美国和其他国家的制裁 NTV7综合报道